Hello 大家好 我是罗尼 欢迎您收看咱们今天这期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非常有意思 它综合了很多最近国际上和国内上的一些热点消息 主要和中美关系有关 和台湾局势现在有关 为什么 因为美国面临大选 美国现在反中情绪高涨 同时一直美国对中国不断的挑衅施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挤压的过程当中 其实两边的局势是成一个恶意螺旋向下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状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心是起伏的 你知道吗 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一会上去 一会下来 到底怎么样呢 我给大家稍微的总结了一下 那同时呢 结合金蛋题目 主要服务一些我们中国人的观众 为什么说服务我们中国人的观众呢 中国人呢 爱国热情是非常有的 同时啊 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关心这个国家 我们究竟怎么样了 我们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一直被美国打呀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某些啊 特定的媒体 在说啊 中国如何如何了 中共大杀相亲了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今天我给大家吃一剧定心完 我把所有的最近短时期的一些消息给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先从俄罗斯方面来说 大家也都知道哈 这个最近呢 由于白俄罗斯的政局不稳 导致了俄罗斯的这个安全感非常不足 那么俄罗斯在做一些什么事 同时美国也在挑衅他 美国一个是白俄罗斯的政局不稳 导致了俄罗斯的安全感不足 美国也在挑衅他 美国在近期呢 就是说在挪威啊 附近海出路图了 陆出水面了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海狼级战略核潜艇 这个东西很神秘啊 在美国一向是不与世人的啊 据说是有三艘 有三艘 那么为什么突然间在挪威近海出现了 也是在从某战略层面在威胁俄罗斯 这是其中之一啊 那么第二个呢 我刚才也说了啊 由于白俄罗斯的政局不稳 导致了俄罗斯的安全感不足 所以呢 俄罗斯最近宣布呢 俄罗斯的FS500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呢 开启国家测试 同时俄罗斯啊 大家也都知道哈 这个老毛子就是这样的 这个没有人比我更硬啊 乌拉 就是乌拉 老子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老子别看老子不是天下第一 但是老子谁也不服 结果呢 果不其然没过两天 俄罗斯将自己的潜艇开到了阿拉斯加海域 露出来了 给你看了一下 也是互相的秀一下肌肉啊 你别跟我吹啊 老子谁也不怕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俄罗斯方面呢 也这个说了啊 俄罗斯的这个媒体呢 爆出来 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长呢 和这个白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呢 相互通话了 俄罗斯表示支持 那个白俄罗斯 现在目前呢 维持啊 保证他国内的政治稳定 俄罗斯支持他 那么在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 那同时很多人会觉得 那么这个 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啊 应称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俄罗斯 大家也都知道 俄罗斯是军事力量 是相当强势 而且俄罗斯谁也不怕 对吧 这个是很厉害的啊 这个是很厉害 不管谁打我 老子绝对打死你 不管谁打我 老子绝对打死你 他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如果这个北朝鲜是什么呢 不管谁打我 我就打韩国 是不是 那是俄罗斯就是 不管谁打我 老子打死你 所以说呢 走到这个程度上来看 大家也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安全感 最近非常不足 同时在近一时期 俄罗斯与中国是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关系啊 我们接下来再看中国方面 也爆出了一些消息 我们联系着这些新闻 和俄罗斯之间 我们再进行一个连结啊 十分第一 在中国大陆方面呢 呃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欧洲执行非常顺利 这个大家都清楚 杨洁篪呢 和这个访问 这个韩国 和韩国之间聊得不错 那聊得不错 用什么来证明呢 如何表达我们之间的这个善意呢 同时呢 也说了 我们要积极促进的 这个元首访问 元首外交 元首外交之后 为了表示这方善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也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方面呢 马上就是引渡了 两名 这个韩国的 红通人员 回国 受审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方面 说明他们谈的不错 那么在这个方向来讲的上 很多人觉得 这个韩国有什么关系 最近不是一直在炒中岛的问题吗 还有朝核的问题吗 是不是 而且呢 这个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呢 而且呢 最近的一个新消息 也就是说 日本首相安倍纪三 由于生病 下台了 那说明 而且呢 我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在黄海地区 也立即出现了军事演习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啊 这都是在战略层面 为日本释放信号 呃 这个 也是在告诉日本当局 不管你的临时首相 是吧 是什么样的 你要注意一点 你要记得一个事情 美国跟你谈中岛问题 你要记得一个事情 当然了 我相信日本啊 在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或许日本没有什么太 太大的能力去反反抗美国啊 因为有美日安保条约嘛 所以美国如果是想强压给日本的话 日本也是没有办法 那同时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自从这个 中日之间的这个 元首之间的这个访问结束了 由于日本的疫情啊 没有办法 很好的 有效的得到控制 也是 日本的这个右翼的鹰派啊 开始抬头 那个声音开始抬头了 说明呢 他要战队美国 同时在这个里面来讲啊 这个东西示意的是给谁看 一个是给日方施压 另外一个是给美方来看啊 而且中国的这个国防部也表示了说要坚决反制 关于美国如果在日本附近设置这个中程弹道导弹的话 中国是坚决反制 那么另外一个呢 解放军的在26日是说东风21D和东风26B打击南海预定目标 这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啊 之前呢 我在直播的时候 也有网友呢 跟我来这个问这个问题 你你怎么看罗尼啊 很简单 战略吓阻 他是为了战略吓阻 而且这个东风21D和东风26B这个事情啊 我想跟大家小说一点啊 这两颗导弹呢是全球目前为止啊 唯一的陆基的反舰导弹 只有中国有 而且我们的技术领先全世界 号称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东风快递是什么概念 那么 这个表现来讲 我就这个再说一点 何谓战略层面的吓阻作用 也就是说我要给告诉 有些国家远在大洋彼岸的民主自由神教啊 告诉你一下 你敢调在中国周边调体战争 试一试 你可以试一试 你看你还回得去 回不去 当然了很多人觉得 那又不是真打他 对方能害怕吗 对方又不是傻瓜 大家可以看啊 中国和美国之间虽然在政治层面上 剑拔弄章啊 彼此之间互互相没有退让啊 这个 但是在经济层面一直是有非常好的 这个 一直是在有合作 还在互动 而在军事方面 两国除了说一些比较严重的话之外 比较严重 不是相当严重啊 比较严重的话之外 并没有特别实质上的状态 这个 这个 这种 这种敌对的螺旋向下的这种模式啊 只不过是双方的在这个层面上 互相彼此并没有向对方妥协的状态 特别是中国啊 那么另外我们要再说 呃 国防部呢 在27日的这个例行记者会 我说的是中国国防部啊 表示呢 中印双方愿意推动边境局势 进一步缓和降温 大家也知道啊 莫迪老仙那边 莫迪老仙那边囤兵百万啊 囤兵百万 但是啊 有一个问题 想你囤这么多兵 妈呀 吃饭这是一个问题吧 后勤物资补给是一个问题吧 你能坚持多久呢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除了是做给国内看啊 出口转内销之外 我我看不出来 他有任何一个想法 想跟中国试一试比一比的 不过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这个中国目前来看 还是严阵以待啊 严阵以待 做最坏的这个打算 同时呢 中国海军的首艘的 零七五星的这个两极攻击舰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小平顶 国防部呢 也在例行记者会里面 有无谦大笑表示了 第一阶段的海事 实验顺利完成 嗯嗯嗯 大家知道 这个是值得一个注意的事情啊 这个两栖攻击舰为谁而准备 大家知道啊 那么另外呢 我刚才说到俄罗斯的事情啊 中俄将联合设计新一代的潜艇 这个是非常重要啊 中俄在这个方面开始加紧合作的 虽然说俄罗斯的武力啊 是不不拒美国的哈 因为在战略互相互毁灭的这种程度上来讲 他并不惧怕美国 而且呢 呃 但是他有一个短板 也就是说他经济上啊 一直被美国多年来制裁封锁啊 对他来讲也本身也不行 大家也都知道 俄罗斯的这么大一个国家啊 他的综合整体的GDP相当于中国广州 哈哈 就是说说白了吧 你家伙很大啊 是吧 身体不行 身体不行 可能他硬硬度哈 这个这个这个导弹啊 我说的是导弹啊 导弹的硬度啊 他可能就差一些 差一些 持久力可能就差一些 那么中国呢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个方向 中俄之间可以说是在利益上 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他一定会越走越紧 而且 在现在目前来看 我们看俄罗斯的这个整体的状态 他的安全感也是在下降的 他也需要 一个人 毕竟谁单挑都单挑不过美国嘛 所以说 相拥在一起 我们互相抱团取暖一下 这个 也得益于 美国总统 川普 一直以来 在 在这个 在不断的威胁啊 中俄 让中俄也产生了焦虑感 所以说呢 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紧密合作 我们再看另外 俄罗斯表示呢 愿意帮中国 这个表示啊 帮中国研制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取得一定的进展 战略导弹的防御系统啊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说 俄罗斯在这个战略导弹的这个防空性 大家也都知道啊 从I-400 I-300 I-400 I-500 一直到现在的国家测试 俄罗斯的S 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呢 相对来讲 还是目前来讲比较先进的 比较先进的 所以说这说明中国 中俄啊 在美国的这个作用力 在川普的 这个英明领导之下 越来走得越近了 合作越来越紧密了 这个对美国来讲 是好事啊 是好事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啊 有一个消息 非常简短 也是在27日的国防部 例行记者会里面 有记者问 就说 有消息说啊 传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同时呢 要在这个阿曼海域 举办这个联合的海军演习 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我们的国防部回答 中国的国防部呢 回答就是相对来讲呢 比较 比比比比较 官方的一个回答 就是没有正面 去回应这个问题 你自己看吧 啊 其实来讲呢 这句话来说呢 就是说 你让美国自己琢磨去吧 那看他怎么办 看他什么意思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大家要看到一个问题啊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美国你如果 始终保持敌意的话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 或者是和美国不友好的关系的时候呢 这个没有友好关系的国家呢 一定会越走越近 越拉越紧 而在这种状态之下 这种绑定也是会非常非常深的 这种连接也是非常深的 所以必然会导致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将并不好走 他接下来的这个路 同时我们要再看到后面啊 有两条信息和台湾有关 而这个消息才是最最重要 重中之重的两条消息 我觉得十分值得啊 咱们这些关于这个关心我国 台湾省的这个消息的观众 一定要值得注意 我们先说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啊 为什么我说这个台海局势呢 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这个质变已经变成了敌意螺旋 不断的在加深 同时这个底线呢 不断的就现有的状态啊 不断的被打破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可以说是 这个战争一触即发 已经如果再在作死的边缘继续玩的话 那就是没有办法 当然很多人说啊 大陆敢走 大陆不敢打我们 大陆喊那么多年 一会我告诉你 为什么说这个战争是最有可能爆发的 其他的都好说 唯独就这个 包括日本设置中岛 这个都没有这个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 我们先说 呃 在也是同样 也是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啊 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大孝呢 在这个表示啊 这个被问到这个这个这个东部战区啊 搞这个演习 是什么情况的时候呢 吴谦大孝 对此呢 进行了一个回应 近期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呈体系出动兵力 在台海地区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 针对的就是 重点来咯 外部势力干涉 针对的就是一小撮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行径 好了 这话就很严重了啊 为什么说这个话很严重了呢 这已经是可以说是把底线划明白了哈 再搞我就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了 当然了这很多人或许啊 对武统 渴望武统的人非常高兴 或者听到这个消息 对武统啊 有些失望的人啊 有些沮丧 在这里面就说啊 这有什么呢 这话就说就放狠话呗 大家我再给大家说一条消息 在本月的19日 福建省发布了一个消息 关于军队方向 也就是说要严格管理 涉军谣言问题 我不知道在有没有在福建的朋友 如果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条消息 或者是有没有爱好 这些这个两岸的网友 注意到这条消息 这条消息可大可小 一个是在我看来 我个人看来哈 一个是在管理这个社群谣言问题上 是是这是这是一方面哈 都是要管理的 全全国各地都是要在管理 但是为什么单独在福建提出来 这个东西 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问题 我之前有在直播里说过 没有在节目里哈 我忘记有没有在节目里说过 我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或者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够退缩也不能够回避的最终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事关中国的国家领土完整 和和这个国家尊严 国家主权尊严的问题 这个事情上是有绝对的一个标准 它没有更多的缓冲和弹性 而如果中美台啊 这两国三方的这个游戏如果因为其中的任何一方或两方在这个上面不断的玩弄和挑衅的话 那么作为中国中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政府是绝义无反顾要必须拔出自己的保健 要要要要跟对方拼命的 这个是没有余地没有任何余地 无法如果在这个方向就是说 走到了一定程度战略设置也好战略嚇阻也好 所有的一切不管是从这个政治层面去释放信号 外交层面国防层面去释放信号 所有的这些信号对方都不能理解或者读懂或者接收到的话 不断的在玩弄 一旦触碰到底线 那么就是这个可以说是粉身碎骨 对于台军来讲是这样的 对台军来讲绝对是这样 绝对是粉身碎骨 美国不会 首先第一啊 我要说一下我的这个这个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首先第一 他两岸的军力的状态 特别是目前的中国大陆和美国的这啊 美军的之间的这个军力 已经不同于96年台海危机或者是96年之前了 首先第一我们要说那18次兵推啊 没有一次能胜 中国军队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 如果说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或者直接挑战美国本土 中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在中国的家门口打这场仗的话 美军可以说是你做好了伤 付出巨大伤亡代价的打算了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说 美国人会不会为你做这个事情啊 当然美国人是这个骗台湾钱 掏空台湾是可很乐于做这件事情 但是美国愿不愿意为你台湾去死人 你台湾人要想清楚 另外一个 关于正义方向和军队士气方向 首先士气和民气我们都要说 现在由于台湾当局 蔡英文不断的在搞这个事情啊 搞的两岸是民生 民生啊 大尤其是大陆这边 民生已成顶废之士 如果现在做一个 我可以说啊 如果现在做一个全民公投 大陆这边啊 做一个全民公投 那结果显然意见 那为什么到现在不做啊 这个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不希望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事件 这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一些战略层面 有时间的关系 我尽量把这个东西先简短的说一下 那么再说一个民气 一个士气 这是一场捍卫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争 中国军人 那个是站在正义的顶端的 这是绝对的正义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来讲 都是绝对的正义 与荣耀 这是一场荣耀之战 尊严之战 生存之战 为国之战 在士气之上 台军有没有做好面对将士如虎 气如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先不说装备啊 先不说装备 也不说数量 那么我们再说 美军有没有想到 那美军的士气 这场战争根本跟美国没有关系 台湾跟美国一没有外交关系 二没有同盟关系 美国人 美国的大兵 崇尚契约精神 崇尚盟友 崇尚这种歧视精神的 这个种族 他愿不愿意 他能不能在士气上胜过 士气也胜不了 那么在我们再说装备 现在的装备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再是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九六台海外机痛定思痛 不断的在努力 严格的提升自己军队的 这个这个自主武器研发方面 还是在军队的不断从严治军 不断的提升部队战斗力方面 中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所以在这种综合的战斗力 可以说 而且中国一向是奉行的是本土防御政策 我们没有想打任何其他国家 不像美国历过240年啊 只有16年是休息的 其他的时间都在欺负别人国家 都在这个打仗 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 那我们想请问 中国大陆今天 如果今天一旦宣布开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 必将义无反顾的发起这场 捍卫国家领土和尊严 还有军人荣誉的这场战争 一天之内 我敢在此预言 只要一旦开战 一天之内 就可以完成中国的统一 当然了 有战争一定有牺牲 那么在这场战争和牺牲之间呢 这个蔡英文如何去选择 当然了 我觉得其实他也无从选择 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他就是一个傀儡 就看美国人怎么想 这是你 第二呢 今天不也自己说了吗 开放美中美牛 被中天的一个记者呢 直接呢 就问的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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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稿机卡了 读稿机卡了 什么 什么原因 中天记者就问了他一下 那我们开放美中美牛 是不是下一步要就要跟美国这个有这个FTA呢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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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赶紧就停了 别问了 你别问了 你别问了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 要是我 我要是蔡英文 我当时就得说 怎么就你话多呢 你长嘴了是怎么的 你出去 Fake News 一句话不解决问题 要不你这个这个多尴尬 是不是 那么另外我们再说 在谈案方面呢 节目最后 我想讲一下 当然最近呢 有一个 有不少网友来我这跟我说 阿罗尼亚 蔡英文 怂了 这个 我听到消息说啊 这个蔡英文啊 这个说 害怕了 他愿意跟大陆谈判啊 那个不不不排除跟大陆谈判 在这个事情上 我要说一点啊 呃 有这么一说法啊 说的是 我也特地查了一下 说蔡英文啊 参加澳洲战略研究所的视频演讲 他在这个里面 他提出来了 可是呢 我并没有找到原处 原原来出处的这个链接啊 或者是音频 或者是视频 这个东西 我没有看到啊 只是文字上的口口相传 所以说 嗯 当做一个参考吧 如果啊 有网友 有这方面的东西 麻烦 在咱们节目底下 给我开一个传送门 啊 那个 我可以去看一看 把这个东西呢 我再了解一下 那么另外 我想说哈 在两岸如此 敌对螺旋的状态之下啊 这个关于 我刚才提的 特别是提到 19号 本月的19号呢 福建省已经开始管控社军谣言问题 也就是说明 有一个情况我要跟大家说 很多人觉得中国大陆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怂 就是害怕美国 我在这点上 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 在军方来讲的话 所有一切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社军的新闻 没有任何一个新闻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怂 也就是说当你来我往一定是有一个条件反射式的反应 这个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个他现在如果说是有些网友可能认为怂我来讲的话是解放军的战略定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明知对方要借东风 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因为大选我们我就把它形容成一个宿变一个星期啊 或者是宿变半个月的一个人呢 他急于的想找一个地方啊 这个一泻千里 但是不能在自己家 自己家已经很脏了 自己家的卫生间已经很脏很脏了 你想想宿变半个月一泻千里之后 你那个对吧 你那个味道是不是 你那个卫生间基本上是进不去的啊 可能会蜡眼睛 那么怎么办 他就想把这泡屎拉在中国 哈哈哈哈 找中国这边呢 去借卫生间 奈何中国现在不想借给你 为什么 因为你对我态度不是很好 明明你是借卫生间 说一句态度好一点 说不好意思啊 我想借你家卫生间用一用 但是他非得说最吃最软的饭 说最狠的话 你说搁谁 中国我中国不好 不要面子的 是不是 我怎么着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联合国的五大常人理事国之一 你这样跟我说话 是吗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你明知道对方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非得把你们家厕所门打开 对吧 他万一要偷跑进来怎么办呢 对不对 在你家一泄千里 那你们家都落眼睛了 打扫是不是恶心 呕吐不还是你的事吗 所以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期间 还是肯定要保持战略定理 这我不认为是怂啊 那么另外一个 也就是说 关于 呃 这个保持战略定理的同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相信一定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什么叫最坏的打算 也就是说 在美国大选期间 特朗普 有可能会 就是说 有 不管是极高 还是极低 还是有没有可能 他要强行 这个突破 中国大陆的 也就是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或者是说 大陆武统的底线 或者是 那个和平统一的底线的话 也就是说 触及 触动大陆 发动武统 被动发动武统 的话 解放军 在军队的层面 是一定要做好 万全之准备 万全之准备 也就是说 当这个信号一旦发出 就是立即会出现 一个反应 在美国来之前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就说到这里 这是我目前为止 这个观察起来的观点 那最后 我要说一句 总体上来讲 不管中国 现在是在外交 政治 军事 经济 还有科技层面 都是一直在不断的 对外寻求合作和突破的 总体上来讲 效果 从目前来看 是向好的状态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一个是有信心 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 都是比较正常的人 和自由民主神教的 现在的这个教主呢 不太一样 我是罗尼 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